嘿嘿嘿 石哥哥 这支舞是我为你而跳 我希望你可以开心一点 瑟瑟等我以后回了夏果 专门为你建个园子 种满你最喜欢的花 石哥哥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金地登基 定了你这个卑贱的质子 去给鸾国先帝当国际帝 这可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钱 放开我 四四 石哥 大鸾大汉 先帝并天 乾坤造化 前程奉祭 国际至子祸食 保江山门故 吉时已到 庞人回避 仪式开始 火烧祭品 师父 这个破坏祭祀 陛下柔令 互换祭祀 杀户车 快追 石哥哥 他们要找的是你 他们不会都会怎么样的 不行 此次我要跟你一起 石哥哥 只要你藏好了 他们找不到你就会走 我们就安全了 啊 这一半给你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信物 以后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 这我来保护你 你别出声 你放心 我去见到他们隐开 就来找你 石头 你小兔咋知道 我不知道 你私藏这次已经最该问死 你还不把他叫出来活命 我不知道 说实了 说实了 那你以后就永远不要开口说话 师爪 十二 传太医 舅舅 我现在在哪儿 舅舅 已经把你带回了下午 莥寻那个老匹夫 利用你母亲 扳倒了我们云甲 害你母亲过世 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你救出来 那思思呢 我要去找他 那些死士 只救下你一个人 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他 他舍命救我 我不能去他也不顾 十二 现在鸾国正在内乱 你要如何去找他 苟皇帝 已经被我们灭了 现在你已经被立为下国心 你要尽快振作 等你平定了两国之间的战争 我们自然就能向鸾国要人 但是 那是什么 但是下国皇帝 绝不能有成为质子的污点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六皇子祸世 而是 一直养在宫外的七皇子 祸身房 瑟瑟 你一定要等我 等我去鸾国找你 思思 舅舅说 只要平定了两国的战争 就能找到你 这一把给你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信物 以后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让我来照顾你 思思 你究竟在哪儿了 启禀皇上 朗国传来消息 此番出征大获全胜 朗国已经投降 他们提出赔偿半英五万两 并且同意割让一座城 还送了何家公主何亲 思思的消息有吗 回皇上的话 据探子来报 朗国七公主在十三年前就失踪 整个皇宫找不到一个跟你描述一致的公主 仅凭半块一配 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都是废物 家派人手 有找 安便整个鸾国也要找 皇上激怒 皇上 奴才这就去家派人手 扩大诉讼范围 奴才都但请示皇上 这公主应该如何安排 当年他们要云国送至此 现在他们送公主 不过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 送过来的头尘物件 风眉昭仪 已经是抬举他了 奴才明白 整个下国都打听过了 那些工人 都对霍石这个人闪烁其次 难道 石哥哥真的已经死了吗 现在鸾国战败 陪了一座城 霍深思却丝毫没有撤兵的意思 你去下国和亲 务必要赢得霍深思的宠爱 利用他的信任 详尽办法让他撤退 记住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你作为公主 保护国民也是你的使命 石哥哥下落不灭 我为了保护他 成了哑巴 现在我身不由己的 被派来和亲 却连下国皇帝的面都没见过 我到底该怎么找到石哥哥 主子 主子 石哥哥 是石哥哥有消息了吗 没有 宫里的人都说 六皇子霍石 在十三年前 就已经没了 现在在位的皇帝 这是三年前 宫外迎回来的七皇子 霍深思 石哥哥 果然已经 主子 你还有心思关心 那个死掉的质子 你快看看 内务府这群拜高彩地的奴才 做来的饭菜都是昨天剩的 都馊了 还有碳火衣物 都是缺金短两 自从我们来了下国 我们这些做奴婢的 一顿饱饭都吃不剩 我 虽是昭义 但跟阶下球无异 对不起 蔡萍 连累你 跟着我 受苦了 主子 你可不能不争不抢 在这后宫 不争抢的妃嫔 只有此路一条 你得赶紧想办法见皇上 以您的姿势 一定能让皇上 广莫不忘 不要再说了 我答应父皇 为了国家和百姓来和亲 但我也不会因此 去讨好一个 对我不屑的男人 一个哑巴 也想用美色 引诱皇上 平台一配 云妃娘娘 您息怒啊 皇上与您亲没竹马 登入宫就封您为妃 陛下最宠爱的 还是您啊 什么宠爱 皇上至今都没有灵性过我 皇上登基十三年 之后为一直悬空 这个贱亚发被封为昭仪 想到你就是妃 不行 一定不能让这个贱人 结束仙道 给你活皇上的心 信唐 你明天邀请这个贱人 到思园 思园 思园不是后宫禁地吗 擅自进入思园的人 都被陛下处死了 所以才让他去啊 如果陛下发现他擅闯思园 一定会雷霆大怒 或许一怒之下 直接将他处死 奴婢遵命 何昭仪娘娘身在更衣 您在此稍等片刻 竹子 云飞娘娘速来转换后宫 邀您来此 怕是不怀好意 等我以后回了下火 专门为你建个园子 种满你最喜欢的花 这牌匾的笔触 跟石哥哥的很像 难道是 石哥哥 石哥哥还活着 竹子你看 这花是鸾国的国花 没想到下国开的花 比我们那边还好看 看 竹子 你好久没有跳舞了 何不趁着满园春色 舞上一舞 说不定皇上路过 还能看见您的舞字 嘿嘿嘿 嘿 石哥哥 我已经十三年没有跳 但 我就是跳这支舞给你看 你能看到吗 石哥哥 这支舞是我为你而跳 我希望你可以开心一点 等我以后回了下火 专门为你建个园子 种满你最喜欢的花 皇上 您这次一定要到严春共用膳 臣妾已经为您准备了您爱吃的莲花羹 朕尽其中午繁忙 空了 再去你宫里看 主子 你真是太美了 下国的女子都不止你的望分之一呢 朕吩咐 任何人都不允许随意进出寺院 为什么会有人在里面 他是最喜欢的 手 皇上 祠司司司ivesse 皇上晚安 我们是从轮回来和亲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没有朕的允许谁让他进来的 是是是是元妃邀请 你们好大的胆子 和宫上下都知道 这资源没有皇上的允许不得入内 你们居然敢善闯 你们居然敢求皇上精心培养的花 这可是十年来独有的一株 不是的 是元妃他 我怎么说话 就无力的掐什么嘴 是元妃邀请我们金元子上的花 云木柔你现在协里遛风 没有你的授意 哪个狗奴才敢放人进来 皇上肯定是何昭也 仗着自己和亲公主的身份溜进来的 切身我是真的不知情啊皇上 和亲公主 他也配 他算个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鸾国送来的一枚棋子 跟满满的青楼女子无异 还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即便是和亲也不敢如此侮辱我 我侮辱你 你父皇见到我都得下跪磕头求饶 更何况你一个废物哑巴 你给朕滚出去 吩咐下去 没有朕的允许再有人辞闯辞员 仗则八十 朕出宫去 皇上 妾身 这就帮你教训这个贱人 皇上 身 你也出去 何昭仪不会天真的以为被送到下国来是来想服的吧 还不知死活的在寺院里跳舞 你是想勾引皇上吗 明明是你邀请我来这里什么 一个落败国的哑巴 畅着几分增色 竟然厚颜无耻的来魅惑皇上 你就在这里跪上三个时辰 好好反省 你这不要脸的剑调 思思 刚刚有个女人 闯进了我为你建的资源 还撤了这些话 我已经教训她了 这里的一切 都是属于你的 以后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让我来保护你 可是思思 你到底在哪儿 为什么 还是找不到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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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回你的存尽阁 别在这面前啊 一眼 主子 分别就是云飞邀请我们到寺院 怎么就变成我们胜闯了 云飞 是怕我抢了她的地位 以后的日子 怕是更不好过了 主子 你一定要想办法讨皇上欢心 不然我们只会死无葬身之地 皇上的态度 你也看见了 他只会视我们如无物 就是因为你没有迎合皇上 讨皇上欢心 皇上才会厌恶我们 小主 你看我的膝盖也贵肿了 你这样 只会让我们所有人跟你一起跳火锅 主子 在这身宫里 没有皇上的宠爱 我们就什么都不是 你不为自己想想 你也要想想我们直接跟着你一起受苦的人啊 难道 真的要跟这些后宫嫔妃一样去争处 去讨一个我不爱的男人的欢心吗 今天四月 还有石哥哥的子 石哥哥 一定还活着 也许皇上还知道石哥哥的下落 主子 你要想尽办法勾引皇上爬上龙床 最好划上龙胎 生下龙子 一切都怪苦尽甘来的 还想生下龙子 信涛 明天就是和宫宴 你想办法 让他穿上顺丝哥哥 视若珍宝的那些衣 是 只是折了丝园的花 顺丝哥哥就这么生气 要是让他穿上顺丝哥哥 给未来皇后准备的衣裳 那可真是有好戏看 顺丝哥哥的皇后之位 只能是我 恭喜皇上大胜卵国 真是可喜可贺 举国欢庆啊 宴席上并没有六皇子 是皇上没有妖精 还是 是 是真的凑据吗 为何总觉得这个何昭义 与丝丝丝十分小心 听闻这鸾国的皇帝啊 还送来一位 不会说话的大美人 比起云妃娘娘的美貌 那也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不过是鸾国送来的小玩意儿 小亲王要是喜欢 今晚便送到泥府上 谢陛下 小叔没事吧 禀告皇上 小叔洒了酒水 先行往侧殿更衣 走 这是皇上赐给何昭义的衣服 让他换什么 何昭义 皇上派人准备的一套衣服 请您更换 小叔你看 这是鸾国的款式 刚刚还在河宫宴上 想将我赐给小亲 怎么现在就送我衣服了 小主 皇上经理肯定喜欢你 奴婢这就赐后您穿上 到时候龙心大悦 说不定封您为皇后 可恶 并不想当他的皇后 好像又回到了鸾国 陛下 您先往偏殿休息 臣妾已为您准备了醒酒汤 死死 死死了 死死了 死了 凤 皇上 天哪 这是怎么了 何昭义 你居然敢偷穿未来皇后的奉袍 这可是皇上亲自挑选的布料 亲自设计的衣裳 不过一个乱过来的哑巴 竟敢胆大妄为 藐视皇位 基于下国皇后之位 不是的不是的 是太监送来 除了皇上送给我们小主的 哪来的太监睛这么放肆 分明是你们莫属共规 还敢嫁祸他人 你们是何居心 是他在陷害我 朕早就说过 不要在这面前暗影 你怎么三番四次破坏这规矩 朕再警告一次 不该碰的东西 不要碰 我并不想当大厦的皇后 是你的妃子在陷害我 再怎么说 我也是来和亲的公主 不想当朕的皇后 你别以为朕不知道 你们龙国存的什么心思 你父皇一开口 就给朕三座城池 否则 朕早就把你们龙国给打平了 他以为靠着你这么一个亚蛮 就能够使出一记美人计 朕告诉你 朕把你留在宫里 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召告 我大吓了天威 你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原来我的和亲 是父皇稳固皇位的权宜之计 在这个世上 我只是一个认杀认寡的傀儡罢了 来人 把他的衣服给我 发 叔叔 够了 芸妃 把这人给我带下去 好好教教下国的规矩 是 皇上就放心交给臣妾 死亚了 很想放你吗 谁要你一直对皇上居心捧刺 威胁本宫的地位 只要敢跟本宫枪宠爱的女人 就都得死 何昭仪 下国的规矩可多了 您可得自己学着点 后宫规矩 为平为非诚 当身体康健 您身体惨败 可不能严 当自行长嘴五十 请吧 何昭仪 不愿意啊 来人 给我打 是 妈好 欠人就是矫情 缘分以为你是个千交万挂的公主 没想到 只是个迈过来的哑巴气子 我并不想与你为敌 何苦如此针对我 我堂堂护国公千金 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何必针对你 是你自己不知死活的要勾引皇上 招惹我 靖堂 你说他是真的不会说话 还是假装不会说话 来激起皇上的怜悯啊 回娘娘 像他这种诡计多端的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那就狠狠的打 打到他说话为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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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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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说话 啊 啊 不管说话没关系 还要知道痛就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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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敢要门狗 来人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性物 我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让我来保护你 嗯 啊 我是你吗 是你吗 是你来到我身边了吗 子子 是你 是你来到我身边了吗 死雅巴 你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吗 你就只能在烂泥里 发臭 青年的花好像不够红啊 那就少何朝一一帐红好 这一帐下去 怕是要血肉魔魂 正好用你的血 给宫里的花七点颜色 何朝一可知罪 让你真可怜 让你勾引皇上 欠人 拿水泼醒他 没想到 这乱过来的公主啊 居然是个当子 敢在皇上面前一山不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过藏了什么心思 想勾引皇上 怀上龙胎 生下皇子 做梦 我 我 并没有 想要 勾引皇上 也没打算 当这个 大下的皇后 我只想 找到石哥哥 不想 你父皇送你来的目的 人尽皆知 像你这种过邪 不知道学习了多少狐媚的把势 伺候过多少男人 把他的衣服发了 然后刺手倒数两次 小白 嗯 看看你多可惜 真是髒了本宮的眼 你不是愛摘花嗎 這下看你還怎麼摘 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手 小娼婦 今晚就送你上蕭親王府上 讓你享受享受男人的滋味 怎麼樣 你會有幫我 本宮最見不得你這副模樣 真是令人錯 你在這宮裡 不過就是個認殺認載的低賤奴才 蕭親王睡你啊 那可是給你的恩賜 啊啊 生命力還真是頑強 你這種狗屁公主 在這裡能當上一個盤上家殘的廢物 怕是死了 都沒有人會在意吧 你你附仲 不要你 你夫君憐恕你 我看你这条贱命也差不多撑到时候了 不如我早日帮你解决 下辈子别再投胎当个不会说话的废子 哈哈哈哈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娘娘皇上来了怎么办 会不会心事问罪 怕什么 这个小贱人只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废物 本宫只是教教他规矩 本宫可是皇上的青梅竹马 未来的下国皇后 教训一个犯了错的妃嫔怎么了 杀 都给朕滚开 皇上 是谁 给你们的权利 啊 啊 啊 你们这群狗奴才竟然敢动死刑 把这群狗奴才都给我拖出去 真逼 皇上 让命啊 皇上 让命啊 皇上 都是云飞娘娘指示我们做的 何家公主人在哪 你年轻人呢 何朝一被云飞娘娘 再到里面交规矩去了 都拖出去 嗯 何朝 何朝 让命啊 何朝我们是冤枉的 都是云飞娘娘让我们做的 皇上 何家公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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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乱过来的公主实在是不太讲规矩 他不听臣妾教导 臣妾就让他自行回存尽阁 便没思过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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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问你一遍 我 皇上 皇上 皇上饶飞啊 就叫你了 再不叫叫我皇上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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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不过是拦过来的一个哑巴 皇上为何因为这个贱人 如此动怒 真的是 你无权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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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那里存放的都是臣妾的私密物 何惜皇上您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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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你干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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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嫌不守公規 皇上 王葛 諾太太 把人給我 給我撈下去 皇上是你讓這件叫他公規 神經不過只是簡單教訓了幾下 他他就這麼脆弱 你如果管這叫卿卿教訓的話 那朕 可讓你 以非卿卿教訓一下 雲非德行有失 奪協理六宮之權 便為周矣 與顏春宮 必能死過一個月 皇上 神經只是按照國貴觸發的 我們可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幾分皇上 皇上 滾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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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對小主如此的傷心 這可是個好機會 說不定 說不定 皇上也能注意到我 當時我就飛上這套單縫了 思思 是你嗎 我終於找到你了 原來你就在我的身邊 我說過 我一定會好好保護你的 對不起 思思 是我來晚了 思思 思思 這不是小主小時候的名字嗎 難道皇上 就是當年下國送到王國的智子霍石 這麼多年 小主一直貼身佩戴這枚玉 如物思人 還以為霍石已經死了 沒想到 他竟然成了大下國的皇帝 如果我能頂替他 又何愁沒有金錢地位 看霍石這麼痴氣 說不定 我能成為大下國的皇后呢 日思夜想的人就在眼前 還認不出 對不起了小主 才凭不想再過敵人一等的日子 我要做人上人 皇上 袁兆姨跪在宮門口 拖三代罪 請求見您一面 讓他滾回去 真不想見他 皇上 皇上 臣妾有罪 臣妾知道錯了 臣妾只是向略施小丑 以示告解 實在不是故意的呀皇上 略施小丑 你把他折磨成這樣 你跟我說 這是略施小丑 他也不過就是個和親的雅巴 死了也不可惜的 不如就此好好將他安走 以示我國的寬人大度 他沒死 他有事 死了 你別想我 皇上 臣妾的父親可是母國公啊 臣妾與畢家親美竹馬 此畢家都寄以來 臣妾陪伴你十三年 畢家怎能為了躺過這個鴨巴 臣妾死對他臣妾 滾開 等他醒了 臣妾慢慢跟你 我 別想只宠我一個 別想只宠我 皇上只愛我 都是這個賤人 只要他死了 就沒有人跟我稱皇上了 他不過就是個暗眼的雅巴 哪裡比得上我 沒有臣妾的父親 他來著大家入境的恢复 那下國的皇后 究竟不能是一個殘廢 只有我 只有我能擺在上陛下 這個賤人 這個賤人他必須死 人就是看在你父親的面上 才對你如此寬淡 你依然在三而三地為非作態 王哥 反應給我待下去 反正公義 護國公教你不言 隔止茶班 人昭義突發議障 免肥庶民 你打入冷宫 是跪於狂中 張遂一百 永不召見 皇上 皇上 你不能因為這個殘緣 如此重犯 我皇上 他的手 把我當 你放心 朕已经严厉惩罚过于慕容 让你说委屈了 他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温柔 朕也处罚了那些拜高彩低的下人 你现在 只管好好养伤 朕一定会 好好保护你的 或许 可以问问皇上施哥哥的下午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这有件事 想跟你确认一下 启禀皇上 奴才有事禀报 有什么事把你再说 你要找的人有眉目了 现在就在御书房 朕 我看你 岳佩呢 施哥哥给我的岳佩呢 何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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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做什么 玉佩我的玉佩 我看到我的玉佩没啊 他说什么 你骂我抓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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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我没见到什么玉佩啊 啊 小主 你的伤还没好呢 玉佩呢 玉佩呢 这只是哥哥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念想 让 怎么办 怎么办 找不到 施哥哥 你给我的玉佩 我找不到 施哥哥 你在哪 施子好想你啊 哈哈 斯斯 啊 你是明面青的病女 我你来这里做什么 施哥哥 你把自私给忘了吗 你是 紫斯 这是施哥哥当年送给我的玉佩 我一直戴在身上 是你 紫斯 真的是你 是我 施哥哥 你知不知道 我吵离你这么多年 我还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笑一切都过去了 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我们将那些护卫 我深深地把你 那些护卫 确实差点叫我打死 后来 我被人救下 父皇才留我一命 对不起 紫斯 都是我的错 是我亏欠你 不管怎么样 施哥哥 我们终于又相见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好不好 真的是我的紫斯 紫斯 你还记得 我们以前做的那首诗 施哥哥 我 难道 你忘了吗 太平快看 我和施哥哥做的诗 我把他挂在这儿 你说好不好 身高水远 莫知处 身高水远 莫知处 时时平澜 只相似 自从十三年前公变 他们认为我是妖女 会影响国运 就就把我贬为树人 去资后阁家公主 我现在只是奴婢 怎么能够妄想和时哥哥 再续前缘 是斯斯 不 是奴婢失礼 我知道这些年 你受苦了 我们之间无需这些虚礼 斯斯 以后我会补偿你的 我会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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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白 只相思 如果他不是思思的话 他为什么会有预备 为什么 会对思思的事情了如指掌 王哥 奴才在 去一趟轮廓 这 彻底调查您念情和彩平 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是 奴才这就派人快马加鞭去查 我一定会知道 绝对不会让人顶替了你的位置 绝对手 绝对手 绝对 Gol 绝对 vocal 萌 力 廅 呀 这不是被皇上点为数人的云木柔吗 您善离冷宫私闯后非请便 就不怕不向皇上告状 告状 不过几天没见 一个卑贱的宫女 居然一波登天得到皇上的宠爱 是我小看你了 承蒙皇上宠爱 这可惜 你只能被皇上咽起 在冷宫里顾客伶仃 如果皇上发现他认错了人 你猜你这个位置还能坐多久啊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根本就不是皇上要掌的思思 那玉佩分明是您念亲的 你只不过礼带桃江 骂出来了 是不是 是皇上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 皇上目光如炬 你以为凭皇上对思思的重视 你为何未得灵性 只成为一个小小的妃子 怕是皇上 你有疑心了 如果皇上知道了真相 不仅你现在得到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就连你的性命 也会断送在深宫里 你想怎么样 皇上居然为了宁念亲那个贱蹄子 帮我贬为庶人 废输冷宫 我不甘心 我要你帮我重回皇上的身边 多贵深思哥哥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可以帮你成为真正的宁念亲 你一个没有根基的病 靠什么在这皇宫里生存 我知道你只是想要金钱权利 而我只想要我的深思哥哥跟我在一起 我们俩的利益并不冲通 我要你把这个喂给皇上 这是 这是 这是鸾国来的乌高 可是个能让人愈仙愈死的好东西 只要深思哥哥沾上一点 剩你 他就离不开我 到时候 不就任由我们两个摆布 至于您念亲那个贱蹄子 肖亲王可是寄予他很久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宁是彩平勤勉柔顺客贤内责 着急册封为良妃 赐居长思殿 钦此 太平你还好吗 这几天你去哪里了 你是什么身份 见到我们良妃娘娘还不赶紧跪下行礼 才平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变成了良妃 我可不是什么彩平 我现在可是受宠的良妃 这可是你永远到不了的位置 还不赶快见过娘妃娘娘 你缺取一个招仪你摆什么 你低我一等 向我行礼是应该的 我并不在乎皇上的宠爱与地位 我只想要我的玉佩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玉佩 玉佩 我不知道什么玉佩啊 是不是你拿走了我的玉佩 把玉佩还给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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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拿了你的玉佩又怎样 他现在是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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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是谁啊 居然敢拉出我 就算你是公主又怎样 现在还不是像狗要趴在地上 胜我见他 你明明知道这个玉佩对我的意义重大 为什么拿走我的玉佩 是我将你从行者库救出来 也是我 教你读书写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一直待你 轻如姐妹 你怎么可以 如此忘恩负义 我一直以为 你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为什么要背叛我 你怎么忍心 这么对我 忘恩负义 凭什么你是主 我是奴婢 我让你去引诱皇上 你装清高 现在看我得逞 是你极度的发狂吧 你只要乖乖听我的话 我还会念在我们从前的主仆情义上 赏一口饭 我会让你在宫里受尽症 连口水都喝不上 你这什么表情 我告诉 使食物者为俊杰 从前都是我伺候你 现在 该你伺候伺候我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帮我把鞋擦干净 我就考虑放了你 皇上 皇上 这可是夜明珠雕成的花簪子 在这世上可是独一无二的 思思从小就喜欢花 他收到这簪子 一定会喜欢 真一定要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 是是 把他带回自己的请勾 自 就知道谁才是他的主子 还我玉佩 还 张鱼佩本来就是我 真是狗改不了 试试 快 张太医 你亲 你这是在收死 不 不是 是他抢走了我的 是我不好 是我惹怒了公主 我这就给公主下归道歉 你 你 告诉朕 刚刚发生了什么 回皇上 是 是和小主 声抢梁妃娘娘的玉佩 他们糟糕了 我只是难过属于我的 朕刚刚金眼看见你将他推起鼓梯 你还想狡辩 难道你想说 是他自己故意让自己受伤的 真是 是他自己摔倒的 传阵口谕 和朝雨罔顾大帝 招摇生获以下犯上 仗格二十 即日起 禁足存镜盒 贵朝女剑三万 我把我卖了 财品也变了 这个世界上唯一会关心我 保护我的只有是哥哥 可惜 没有了 都没有了 为什么 为什么看到他这样 真会如此劲动 皇上 可是身体不适 臣妾扶您进去休息 臣没事 传太医给他医治 臣先回养心殿处理事务 那个玉佩 那个玉佩 那是 是哥哥 啊 您念青啊您念青 我现在可是高高在上的宠妃了 是你自己没有轮夺到这种地步 你以为 你见过我从前落魄不堪的样子 你还能在这里好好生活 啊 我要你啊 在这里 在我身边 慢慢活 某月 把何朝衣服进去 好好照顾 哼 哼 小主 你就吃点东西吧 你那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谢谢你 这样对我 良妃 会针对你的 好 你 我是 小主 时刻刻想念你 嗯 时刻刻 你没有死 你就是霍申死 你就是皇上 对吗 十三年 他恐怕 早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啊 小蜜 这个世界上 现在只剩下你会在乎我 喜欢我 小蜜 别怪我无情 于慕柔已经派人去请消清了 你可不能成为我的半脚蜜 只能请你去死 小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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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蜜 我的小蜜 皇上是否召见何赵矣 小蜜只会让亲近的人跑 不可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抓了 肯定是财品 只有她可以接近小蜜 她怎么能忍心对小蜜下这样的狠手 谁在哪儿 我的小美人 我来了 小美人 奶奶的 我的小美人呢 小蜜还挺烈啊 放开我 放开我 竟然做什么种 皇上已经把你送给我了 乖乖从我 也带你吃些喝辣的 小美人 小美人 龙关那边有消息了 已经让那边的人八百里加急送过来了 现在还在路上 无日便能呈上来 让他们两日内送他 负责可商务论 是 那皇上是否 怕了 去床寺殿 在这装什么 负责猎女啊 你不过是皇上送来和亲的哑巴 我想要的 或是死都得乖乖给我 你都被玩了 还在这装什么 这个亲生不如的婚子 这鸭巴门起来 别有一份氛围啊 啊啊啊啊 把你送给底下的将士野蛮啊 你要是识相看 你还能少说点罪 哈哈 嗯 嗯 十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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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看我 等到人家好辛苦 最近南边战士吃鸡 正处理事务忙了一些 皇上 臣妾给你准备了花生辣 你可得陪臣妾用膳 怎么了 花生辣 自从想就吃花生过敏 吃一颗就会引发孝众 怎么会准备花生辣 朕还有要是要处理 你先用膳吧 啊 我生死 总有一天 你会成为我的人 哈哈哈哈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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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不然我就死在这里 臭娘们快把剪刀放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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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跑 我告訴你 沒人會來救你 你死了這條心吧 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師哥哥 師哥哥救我 真的 啊 誰敢懷得多好事 我皇上 你 你好大的膽子 要不是真的女人 我皇上饒命 皇上饒命啊皇上 我皇上饒命啊皇上 都 都是那個小賤人先勾引的我 他說深功寂寞想要男人 而且你不是說 你把他送給我 你不看看自己什麼樣子 真的女人就算再怎麼樣 也輪不到你來人去 來人 小親王拆朗醜淚趕備天長 即日起 小主蹤跡 拿住大王等候發路 要不讓我上 都是賤人先勾引的我呀 不管我的事啊 不管我的事啊 沒事了 你已經安全了 沒事了 沒事了 已經沒事了 朱一直都在 朱會好好地保護你 試著舒服了 從今以後 趁會加強對你的守衛 保護你的安全 今晚你受惊了 朕一定 会好好彻查此事 你只管放心休息 石哥哥 他真的过来救我了 他真的没有死 他就是石哥哥 没事 朕今晚就在这陪你 没想到 他跟思思小时候 简直太小了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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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主你醒了 皇上早上才走 昨天陪了您一整夜 为了您可是发了好大一通气 将萧亲王鞭打两百 鞭为数人 还发辈子鞭枪 问了我 小主 您真是苦尽甘来了 他是不是记起我了 我要去见他 小主 您别急 王上说了 他晚上忙完事 便过来看您 您现在是要好好休息 才能侍奉皇上 小主 真是喜事不断哪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宁世念卿 庄尽聪慧 功顺宜人 着急策封为如飞 此居长思殿 亲自 还有一份大礼 您亲自看看吧 可小主不喜欢吗 也许小主 也许小主比较害怕吗 不喜欢吗 难道她是想借机 接见皇上 那奴才先不打扰小主 咱也得回养心殿 伺候皇上 我想去见皇上 今日战士吃解 皇上正忙着呢 等忙完了 自然会召见小主 那奴才 那奴才 就先走了 贤人 趁着本宫暂时失宠 居然让他蹬鼻子上脸 还敷了飞 第一声心 难道光彩吗 皇上怎么就突然去了他那儿 你怎么就没法皇上留住 真是个废物 你生什么气 我怎么知道皇上突然变了想法 难道他已经知道 我不是思思这件事 不会 他如果知道的 你早就下十八层地狱了 只能把他除掉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可现在该怎么办 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到手的遗迹 都消失待见 我给你的污膏 你给皇上弄下去了吗 连着送了几天 派人盯着呢 喝下去才吃 这方法能行吗 就这几天了 再喝下去 沈思哥哥就是我的 万一被发现了 你个蠢货 那就咬死是你念青之事的 还能把你念青那个贱人给解决了 不能让他这么好过 我要让他明白 想了我的人 是什么下 想命 是哥哥 我现在该怎么办 一定要想办法见到石哥哥 坦白这一切 小主 梁飞娘娘最近一直在礼服 长寺殿都弥漫着檀香的味儿 怕是没空为难奴婢 采平从来不信神佛 怎么会礼服呢 何小主 皇上邀您养心殿仪式 何小主 请吧 思思 思思喜欢猫 她连猫都害怕 她不是思思 她只是长得像小时候的思思 朕最近 别叫忙 没空去看你 单子 还喜欢吗 喜欢 之前的事 我真的很抱歉 我一定会好好地补偿你 难道 她只是因为抱歉才送入我这些 她知不知道小蜜是被采平害死的 她是不是包庇采平 想用这种方式让我闭嘴 委屈的时候表情也一样 我 想 问问你 你认识 霍石吗 你认识霍石 她是你什么人 你为什么会认识她 她是一个 负新人 她负了谁的血 你是不是 她负 思思的血 她说过 会保护思思 却让思思 等了十三年 我一直很想知道 思思在哪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在哪 我明明站在她的面前 她却始终认不出来 她的心里真的有思思吗 采平的事 是她纵容的吧 她从前说过 会找到我来保护我的 实验都是假的 思思现在 不想见到你 等你找到她 她自然会出现 那到底是不是思思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思思 你等我 小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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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i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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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梁妃娘娘近日一直在礼佛 長寺店都弥漫著堂香的吧 是他平干的 小米也是如果不是我 你們就不會 快來人啊 害到他死 是不是特別自責呀 啊 是你乾的 哈哈 哎呀 難過嗎 自責嗎 失去所有人的感覺是不是特別痛苦啊 哈哈 啊 啊 哈哈哈 這就是你這個小賤人 搶走深思哥哥的下場 啊 這可是 兩條生命 你怎麼可以這樣操見人命 小雅吧 你肯定是想問我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們 因為 他們該死了 貓也是 人也是 你也是 你個小雅吧 憑什麼得到深思哥哥的愛 憑什麼 哈哈哈 只要你死了 深思哥哥就是我的 才憑那個小賤人 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 你才是我唯一的阻礙 你必須得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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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臉 是我連累他們 看你才是害死他的罪魁或數 呀 今天就先放過你 從今以後 你的每一天都會過得比地獄裡還要痛苦 嘿 來人 把這收拾收拾 把他拖回去 許慕容 猜平 你們兩個狼狽為一切 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總有一天 你們都會遭到不好意思 你去哪兒了 碰到一身騷回來 加大要亮 我不想再等了 今天我就要讓皇上徹底成為我的人 啊 來人 把這個給皇上送去 就說 是您念青 給皇上的下火呢 是 還不快去 是 這樣 就算東窗事發 也查不到我的頭上 您念青 可憐你當替死鬼了 哼 讓你們去鑾國查消息 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給膳 啊 皇上小小請 先喝碗下火湯 哼 啟稟皇上 這是魯妃娘娘 讓奴婢給您送來的下火湯 嗯 這是 想明白了 想給朕台機下 传太医 皇上 这汤 有什么问题 朕再问一遍 这是什么 是卢妃娘娘让能被送来的 只说是下火汤 其余的 其余的奴婢一概不止 皇上 你过来看看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皇上 这万万不可实用啊 这究竟是什么 这汤 填起来像是 是无钩 这种东西 原来鸾国才有 不知怎的传入大夏 陈厅文 初识这东西 便会出现心人自得 出现快感 一旦沾上 很容易成瘾 长期大量服用 不仅伤害身体 更会导致精神萎靡 到最后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形同枯高 甚至 顺着什么 顺着是死 皇上 皇上 劳定 奴婢不知 奴婢真的不知 都是如妃让奴婢送来的 奴婢真的不知 跑你个宁念青 居然把这种东西 带到皇宫里来 还企图让朕染上 吴高尹 把这个奴婢 管进打牢 细细神 难怪朕最近觉得 朕宁念青 越来越像紫色了 果然是有备而来 给 给朕下这种东西 皇上饶命 皇上饶命啊 小米 莲玉 是我害了你们了 给朕搜 任何角落都不要换过 是 这是在做什么 还敢朕装 做了什么 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 这个问题 你不应该 去问彩瓶吗 还想拉别人下水 你给朕饿了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 来 看看 这是什么 我没有 我从来不接触这些东西 看来你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巫钩 你们鸾国才 你把他带进皇宫 究竟是何举行 你父皇派你来 绝不仅仅是为了和亲 这么起来 你们心怀不轨 是想要颠覆我们大下国 不是我我亲眼看见袁公勇 巫钩进来 我真是 看错你了 这一切都是你们鸾国精心设计的 此招随险 但胜算权啊 朕一旦上了眼 整个大下国 都将是你们的囊中之物 你们真是好算计啊 我不知道这东西从何而来 是 是云木柔和彩平传统构结 所以 你还想狡辩 你给郑闺下这种贡献 让朕产生幻觉 让朕以为 现在人这物质巨栽 你还想嫁我栽赃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来人 如非居心叵测 敢行无高度 即刻脚伤 真本以为 以为 真不想看见你 拉下去 把人放了 这幅画 你哪来的 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诺言 你什么意思 十三年前 在卵国所立下的誓言 却忘了吗 你 是思思 你将半块玉盘送给我 说是我们俩之间的信物 说会找到我 保护我 现在却要将我处死 思思思 思思 你真的是思思 当年你说 无论山高水远 身在何处 我都会 时时刻刻 想念你 思思 思思 你是思思 你是思思 是哥哥 你终于认出我了 这么多年 你去哪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的消息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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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可以有石哥哥的丑爱 想用这幅画 纠战缺少 顶贴我的身份 这幅画是我画的 我才是死死 这幅画画的就是我吗 石哥哥他在骗你你不要相信他 他从小就养在宫外 根本就没有遇见过你 你颠倒黑白 我从来没有虐待过你 我将你从心这苦救下来 让你成为我的天生婢女 你对我的事了如指掌 你冒充我 他一向升仙心肠 我母妃死后 他仗着自己受宠 非要我就给他当婢女 还要烧了我们当年期间的信物 是我贴了一条命才把他保了下来 石哥哥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等了你这么多年 你就这样回报我吗 明明是你和云木柔 好歇一切 是你们串通起来 欺骗石哥哥 还害死了 小蜜和连月 啊不 抢走了我的玉佩 顶替了我的身份 他根本不是你要找的思思 你别以为将我的玉佩占为己有 就能满天过海 您念情 这玉佩本来就是我的 你又想占为己有吗 既然你这么认定 这枚玉佩是你的 那你倒是说说 这个玉佩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玉佩 它从小就不离山 平时也不会随意摘下 难道真的有什么特别之处 难道您念情才是真正的私自 你是说不出来是吗 我我不想跟你废话 跟你这种哑巴有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这块玉佩的底部 有一处轻微的磕碰的裂痕 十三年前 我掩护石哥哥 引开那些护卫 石哥哥 亲手将玉佩砸成两半 将另一半交给了我 作为信物 我拿到的正好是被磕坏的那一半 这个裂痕很细问 一般人根本不会留意 我们虽然从小一起长大 但我从来没有拿出这枚玉佩给你细开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枚玉佩究竟是什么样子 糟了 真的有一处裂痕 你可以拿走我的玉佩 但是你拿不走我的记忆 石哥哥 玉佩可以作假 但是记忆是做不了假的 你是思思 只有思思 才知道我们之间的细节 我们之间 经历了那么多 你现在 认出我了吗 你就是思思 明明只差一点 不行 思思只能是我 你才是我要找的子子 口口声声说 记忆不能造假 看你是不见关才不掉泪 太平 你又想编什么谎话 石哥哥 你千万不能被他给骗了 他这种人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刚刚给你机会 你为什么不说 我是念着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 不想咄咄逼人 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那些事情都是我告诉他的 没想到 他既然利用玉佩上的裂痕 来骗取你的信任 这个玉佩 本来就是我的 你不要再继续 我脚蛮缠了 那我再问问你 这个玉佩 上面到底有多少裂痕 这个玉佩 我一直都戴在身上 精心薄滑 这个上面 自然只会有一道裂痕 你说谎 你只是奇一不知其二 这枚玉佩上 有两道裂痕 石哥哥 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来看 是玉佩 确实有两道裂痕 不可能 肯定是他 在玉佩上弄了手脚 明年轻 这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的给够你机会了 石哥哥 我都说了 他这种人 为了达到目的 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我从前信任他 什么都和他说 他就是利用了倦一点 石哥哥 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 千万不能被这种 无耻小人给离线了 明年轻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想和我斗 你只会输得一败涂地 石哥哥 我不想再和这种 无耻小人纠缠了 看在我们 曾为姐妹的份上 只要他下跪 向我道歉 成员是他激动我 想要冒充我 我们就放过他吧 明年轻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不可能 下跪道歉 石哥哥 你看他 朕本想既往不救 但是你竟然 如此思义忘卖 来人 让他跪下 我深思 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 那年我们失散 我为了保护你 被人打个半死 还被人用刀 捅伤了红楼 这才无法说话 你还口口声声 嫌弃我是个哑巴 当年我为了护住你 生生的被火把烫伤 你却这样是非不分 你想亲眼看看 我为你 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却要这样伤害我 对不起 是他把证明了 来人 不是 这个毒妇有鸭子在牢 施高哥 我之前跟你说没有被烧伤 其实我怕巴太丑 怕你嫌弃我 这个汤上我也有 是十三年前就你留下的 不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哪里来的伤疤 这绝对是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确定你要这么做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新的伤口服上辣椒 就能够跟旧伤口无异 皇上随时都会发现您年轻的存在 不如我先下手为强 男人最心疼那些为自己付出的女人了 只要他看见了我的爸 自然能激起他的愧疚 只要能让他内疚 就离成功 我更进一步了 你年轻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真是不择手段 连伤疤都可以复制 为什么你总是相信他 他的伤疤是假的 新伤旧伤是掩盖不了的 这一点将太医验鸣便知 十哥哥一切都已经很明确了 是你念起胡搅蛮缠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传太医 十哥哥传太医 是非公道 自在人心 有些东西 不是你利用手段就可以掩饰过去的 立下 给他看看 梁妃娘娘 冒犯了 李太医有话 不妨直说 这 梁妃娘娘的伤口 约莫有十年之久了 初步诊断 应该是 怕不上 为什么 蔡萍 本宫可是给你送上一份大礼 只要你说伤口是十年前的烫伤 你这贪污的罪证 我自然会帮你销毁 否则你知道后果的 是 太医也证明了我的伤口 我也根本就没有哑巴 只是头部受创 导致之前一直神志不清 我到现在都还会犯头疯 石哥哥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还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 墨月 把人带上来 她是从小伺候公主的奶娘 她一直陪着公主住在宫外 她可以证明 公主 老奴参见公主 我不认识她 她根本不是我的奶娘 我的奶娘早就去世了 公主 您从小在我怀中长大 你怎么连奶娘也不认了呢 奶娘从小伺候公主 和金钱便苦苦哀求要跟随我们来下国 没想到她如此见利妄议翻脸不认人 还将这个姑娃老人俩出了狗 我没有 是他们联合起来欺骗你 你怎么证明 你是宁年轻的奶娘 老神知道公主的锁骨下方有一颗红质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她会知道 都是你 你们 只要你假扮您年轻的奶娘 这一百两 就全部都是你的 多谢梁妃娘娘 梁妃娘娘的大恩大德 老神永世不忘 记住 您年轻的锁骨下方有一颗红质 老神记住了 您就放心吧 您年轻啊您年轻 你的一切 我都会慢慢地替换你 直到你来到图 阴谋 都是阴谋 你们 怎么不敢验 承认吧 你才是顶替我的人 所以 你 还是不相信我 还是站在 他们那边 是吗 朕也想相信你 朕也想相信你 师哥哥 你看 他根本就不是思思 他只是个从小被养在宫外的哑巴奴婢 传阵口谕 鸾国公主明面卿 招摇生祸 即日起 静 静革 昨日 也不必再回阵 我才是死死 我才是那个 跟你出生入死的死死 你相信我 他们都是 在欺骗你 如果不是从小行进你的人 怎么会知道这样一名的事情 你还在这满嘴无言 那些你究竟算什么 都什么时候你还在狡辩 他 施哥哥 我们不要在里面的方法 他已经疯了 他已经疯了 是 明明 我就站在你面子 为什么 你就是忍不出来 我是 如果可以 我真希望 不要遇见 似梦 是花园短暂的相逢 缠绵 细雨 沿着泪飘落巷口中 游游进梦深 石哥哥 你是不是还是不信任我 苗飞你也累了 早些回宫休息 石哥哥 我都会找到你 让我来保护你 我没想到 我念了十三年 等了十三年 找了十三年的人 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爸 既然如此 那过去的一切 已经没有了意义 恋人 小命 是我没有 是我没办法给你们报仇 如果命运 可以改变 那我宁念琴 宁愿没有遇见过祸事 只要你们也不会 因为我儿子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宁愿没难以为 就像你了 我宁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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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不信任我 我宁愿的 走过去 走过去 走不见 走过春 走过夏 回忆 走不出 我是如果可以我真希望不要遇见你 思思思思 你是思思对不对 对不起思思 我这就帮你出来 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 好不好 石哥哥是我 我是思思 你怎么来了 石哥哥 你喝太多了 要保重身体 小心 哎 你给朕 为的是什么 我帮了你那么多的忙 现在轮到你报答我了 要不是我 你可就没有现在的好日子了 皇上现在 好像没有完全信任我 那又如何 等把宁燕青彻底送进地狱 他不信也得信 这后宫 甚至整个大厦 都有我们两个做主 哈哈 这东西叫石琴散 无色无味 加上乌高 顺思格格 只会是我的 你是想 我得不到他的心 总要得到他的人 他喝下去 自然神不知鬼不觉 只要我顺利 怀上龙主 看在子嗣的份上 他都会 乖乖的把我留在他的身边 你倒是对我掏心掏肺 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一荣俱荣 我不会分了你的权力地位 你也别想动我的人 你有没有听说过 什么叫知人知面 不知心啊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太多了 你居然过河摘墙 你念前我都容不下 更不要说你 我的计划天衣无缝 但是有你在 你随时都会爆炸 我告诉你 我刚刚给你下的是十倍量的乌高 你现在的样子 人不仁 无愧不愧 也就你这样的宠物 会觉得乌高是什么好东西 你不知道吧 乌高吃多了 也会致死啊 全部为己天主地命 难保你未来不会对我动手 只能先下手为强了 皇上的宠爱 才是货真价实的保命法 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他的恩主 包括你 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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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哥哥 你抓痛我了 瑟瑟只是担心你饮酒过度 特地来给你送新酒药的 十哥哥 你是不是不喜欢思思 你不要思思了吗 没有 甚至是喝多了 有点疼疼 十哥哥 如果你一直记不起我是思思的话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不会的 你是思思的话 我就会保护你照顾你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是 是哥哥 你要了我吧 十哥哥 我想跟你生一个我们的孩子 无论是男是女 我都一定会好好养育他教导他 思思 你还记得 你以前给我弹的那首古证曲吗 十哥哥 我 就是以前 我们在轮廓 你经常弹给我的 那首曲子 那时候你还弹错了 向我哭诉 我成为奴婢这么多年 早就忘记怎么弹了 脑子也许会忘记 但这首是不会忘记的 只要你碰了极限 自然就会想起 去吧 嗯 我 很想再替你叹琴 啊 嗯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哥哥 这首曲子 从前只是弹给你听 现在 我也将这首曲子 纪念曾经的获释 也送给小米 和连月 伤口可以做假 玉佩可以做假 记忆做不了假 你是真的忘记了 还是 你根本不会啊 我 你到底是不是思思 石哥哥 我是思思 你要是思思的话 你为什么不会弹这首曲子 石哥哥 你别这么叫我 明念今才是思思 对吧 石哥哥 我才是思思 我在鸾国的悲惨 都是你造成的 如果不是为了帮你 我就不会被那些工人欺负 如果不是为了救你 我就不会被打到头 甚至不亲 我就不会被变为奴婢 伺候别人 我就不会连曲子都不会弹了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你到现在还在怀疑我的身份 我承认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会担心我的人 我承认 你找到我会相信我 保护我 这一切 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我在你心中 不如一个陌生人 放手 放手 你们来做什么 是想看我怎么受折磨吗 我只是想问问你 为什么会弹这首曲子 会弹这首曲子 又与你何干 这首曲子失传已久 只有鸾国的乐师尽得真传 师父早已失识 他只有我跟思思两个弟子 在这世上 仅我们二人都自尽去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不是自私 是又如何 我睡又如何 你何不问问 你旁边那回 石哥哥 他已经承认了他不是死死 我记得这首曲子 我只是太久没谈 忘记了而已 他肯定是偷了我的琴谱 学会了这首曲子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你 你听 他这不就告诉你了 皇上 鸾国那边来消息了 快传 散开 皇上急气 当者 各杀无论 石哥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是他一直在算计你 他来和亲 是另有目的的 鸾国的皇上给他下了秘职 让他接近你 暗杀你 别忘了 他还在你的食物里下不高 彩平 你变了 你现在说谎 真是张口就来了 不 我没说谎 就是你偷了我的琴谱 看 快看 小雾就在这里 就是他偷了我的琴谱 冒充我接近你 彩平 我自认为 从未得罪过你 为何你 总是这样 处处栽赃 构陷我 当我都找出来了 你还死丫子嘴硬 你 你全敢打我 这一巴掌 是我替从前你念经打的 这一巴掌 是我替从前的彩平打的 从今往后 我们恩断义绝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奴木桥 我 这首曲子 根本就没有起来 朕的饮食里有大压的事 也从来不我买穿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对吧 是吗 假冒丝丝 来骗取真的新人 杀人 把这个毒妇 给我押入大牢 挂起来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放开我 我们之间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是我错了 我们之间 可以重新来过 我会补偿你 一直保护你 一直照顾你 我的皇后之位 也是属于你的 瑟瑟 我真的很想你 或是 小米死了 脸月死了 或许十三年前 我也应该死的 他们的事 我一定会彻查到底 你我之间 可以重新来过 我们之间是有机会的 瑟瑟 我曾经说过 会扯到你 保护你的 瑟瑟 你能不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已经 没有必要了 给你一次机会 那他们呢 他们又哪里有机会 那时候 你说你会保护我 我就傻傻的等了你十三年 十三年的等待 换来的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我 已经累了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快 快不见啊 你说的没错 他早就该死了 快 你放开他 他不是想死吗 我只是不放他一把而已 你将有什么 朕都可以给你 只要你放了他 朕就放过你 出去 你们都给我出去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你要什么 朕都可以给你 你要当皇后 朕就让你当皇后 我只求你 把他给放了 嘿 男人的话 一句都不可信 他信了你一句话 就等了你十三年 结果就被你刺死 他早就该死了 你要恨 就恨我 他是无辜的 活生死 你就是个蠢货 张斯木想十三年的人 就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 你却认不出来 你不是愚蠢是什么 我是死死 我才是死死 我才死死死死 只能是我 我疯了 对 我是疯了 我是死 你只能爱我一个 你答应我 你会保护我 照顾我 我以为 我以为你是子嗣 我以为 废 我深思 你简直就是个废物 如果不射转 我又怎么有机可乘 公主 你心心念念的男人 也不怎么样 彩平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们事业比较好过 快出去 给我快出去 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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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恨就恨我 他这么多年 他 他已经过得够苦的了 他的苦与我何干 你才是造成他痛苦的罪魁过手 他当年如果不去救你 就会逃不受创 被人火生生的同生老葫芦 并成一个哑巴 寒费 之前说的都是真的 他如果不去救他 他根本就不会遇到那个事情 还可以继续在乱屋 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 他在这里说的 都是因你而起 都是你害的 是我害 是我有养无猪 错信了你 传诚 你放我 我 我冤枉你 我认识 你现在向我下跪 我就放过他 怎么样 皇上 不然不可呀 你可是以过之间 怎么能够为了这样的女人下跪 皇上 皇上不可呀 皇上传出去 朝廷必然会震动 不敢了吧 我甚 看来你年轻的命 根本不及你一国之间的自然吧 菜片 我求求你 放了他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了他 不是 你聪明一时 糊涂一时 敏感多一世 当比自用也是你 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 真是可笑信息 可笑信息 叔 你会放过他的 男人的话不可信 女人的话 照样不可信 你都回了 哈哈哈哈 你走水了 走水了快救火啊 我放上 我放上 哈哈 我认识 失去爱的人 感觉不好受吧 你慢慢感受自己的爱人 在自己眼前 死去的痛苦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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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求求你 都是我害了你 对不起 是我还了 是我害了 你半生蹴跺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活下了 我求求你 走吧 我不cro 我下飞 我以后再遇见 思思 思思 皇上 思思呢 如飞娘娘已经诺了 不会的 思思不会 你在撒谎 你在骗战 正要去找思思 正要去找思思 思思 皇上 如飞娘娘确实已经没了 存静河实在就不回来了 过面时 两具尸体已经面目全非 不和她 思思不会泡笑 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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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滚 跟着滚 此生不患 飘分散不习惯 她只是不曾见过 没事的 她一定是躲起来 她才跟着王猪蜜藏 一定是这样的 思思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思思 我来了 思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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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希望不要遇见 我认识 你真蠢 你真蠢 一个疯子 耍得团团转 你说过 要好好保护他 怎么可以这么一种 这一半给你 当做我们之间的信物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不要再遇见了 他只是不想见我 他没有死 他一定没有死 死人 好想 就把死死找出来 这 若非娘娘已经 快去 一定是躲起了 对 躲起来了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死死 死死 皇上 这是气急功心 怕是要静养数个月 否则 这可怎么办 皇上已经好几天没上场了 现在我也没正义团乱 找到死死了吗 皇上 如非娘娘出宫静养了 等皇上养好身体 就能把他接回来了 你没有骗针 死 对 死死出宫静养了 人要先养好身体 对 要好身体 皇上 等把死死接回来了 就让他住这里 谈这把长丝棋 这么大的寝宫 他一定会喜欢他 他一定 会喜欢他 Glad his son is so happy 恍惊 和弟子 什么 好 好 是 宁念卿及鲁国七公主 十三年前宫变 遭护卫重疾 哪不受创 喉咙一被捅杀 常遭工人欺负 月前 被鲁国皇帝 奉为何家公主 前往下国和亲 彩平 细宁念卿 救下的奴婢 二人同志同住 情同姐妹 随何家公主 前往下国 你才是造成他痛苦的罪魁获胜 我 都犯了 完了 都完了 皇上这是怎么了 听说皇上找了如飞娘娘十三年 结果认错了人 而如飞娘娘被他身边的侍女 被活活烧死 皇上 皇上思念过度 多半精神失常了吧 默默蹭蹭蹭什么 不要命 滚出去 皇上 何昭仪的生平 弄在上面了 你以后永远不要开户说话 啊 哈 哈 哈哈哈 哈 皇上 你你皇上 皇上 皇上 哈哈哈 哈哈哈 呀 哈哈哈 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 云木柔那个贱人呢 皇上 云氏不知缺下 只有他的丫鬟 先逃在了宫里替他守罪 把他给我找出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活着 就把他牵斗忘剐 因此处死 死了 就把他的尸体搬出来 便是一百下 瓜子 五门是中 还有彩平那个贱人 把他也给我拉出来 便是 分不下去 接起兵马 朕要亲自出征 朕要 朕要拿下 鸾国那个狗皇家的 相伤人头 朕 朕 你放心 我会替你报仇的 等我替你报了仇 我就去见你 大夏十三载 夏国向鸾国发动战争 鸾国负以顽抗 却无力回天 最终 大夏国已势如破竹之事 奉向鸾国 鸾国依旧此灭国 温世间 穿过多少流年 才会又一次擦肩 鸣记水月 谱底树下邮件 愿可卷 指尖 凉岁月 热真爱动青年 可会 熬不过 世间 百成千 遍远 最好是成全 含笑 一度 一容颜 天地多 流年 无力在眼前 似乎去 眷眷 思思 你还在对不对 你故意用这种方式 来惩罚我的 对不对 我后悔了 思思 你回了 好不好 来 快 快 快 转 你转过来 看 看仔细点 你去看看 多心事 别说 我家娘子的表弟 也是宫庄囊差的 听说他们在找宫里的贵人 我怀疑啊 其实就是 当今的圣上 据说 这里 哟 还有这种事呢 哎 我听说 不是为了一个嫔妃 哎 但是人都已经死了 上上 也只能 吃吃呆呆的 这人活着的时候 不止 人没了才好 我当初 就算是皇上 那也是仅仅仅仅 你是我的思思 老人的臭气 来 真是 走吧走吧 别被讹上 客官 想要吃什么 我